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这里是《军情过来史》 我是董佳耀 为大家报告和分析 对过去七天 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重点观众消息 最新的情况显示 日本防卫省正在秘密地 研发两款的 日本自己的高超音速的武器 当中还有高超音速的巡洋导弹 日本模拟高超音速武器的生产 主要是未来可以打击 海上移动的大型的舰尸 而在日本研发新的 高超音速的武器攻击的遐想当中 赫然发现针对的目标的遐想 就是中国大陆航空母舰 显然未来没日本可能用 新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 打击的对象 就是中国的航母的编队 怎么看 中国怎么防范 日本的研发 秘密研发到达什么样的阶段 今天分析 还有一个消息 最新的情况显示 美国帮助台湾去年 发射了卫星 这个卫星最新已经开始工作 而且侦测 这个低空当中的高速的飞行物 主要可以侦测到 中国大陆解放对应 导弹的轨迹 而且美台 共享相关的侦测的情报 另外台湾还在秘密研发 也要发射的 所谓裂风者号的卫星 而这个卫星主要侦测 是水面的大舰 针对解放军 另外美台还要联手登月 美台可能在太空军事上 有更多的突破的合作 怎么看 今天会有另一幕的消息 另外关注一下 美国外方峰说 未来美军除了使用GPS以外 美军还会用到 这个伽利略系统 格德纳斯系统 甚至会用到 中国的北斗的导航系统 而且这也显示 美军未来有可能 轻用到北斗 甚至是针绕北斗系统 而中国大陆解放军 用的就北斗 怕不怕美军来干扰呢 而且中国不能够反向 逆向的干扰美军呢 今天各位分析 还有一个消息 最新披露说 解放军又派出了战机的编队 包括攻击机 预警机轟炸机 飞行绕飞到台岛的西南 而跟以往绕飞台岛 不一样的是 这次解放军是夜间的绕飞 台湾战机紧急起飞 台湾说解放军 加紧了全天候的绕飞台岛 而且未来 会不会在恶劣天气下 真正做到解放军的战机编队 为作战飞行做准备呢 今天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 最新军情的一报 来看最新军事消息 现在全球呢 正在积极而艰难地 应对全球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今天专门谈谈台湾 因为台湾的中国时报 包括台湾的最新一些亚太防卫 展示专门的文章披露呢 台湾这次应对疫情的时候 出动了台湾军方的 防核生化的部队 也让台湾的防核生化部队 意外地曝光啊 这个战斗力的实力 到底达到什么样的装备 与美军如何链接 这些战斗实力意外地曝光 我们知道台湾呢 面对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呢 首先在隔离期间 已经出动了台湾的防核生化部队 而且呢 从SARS啊 17年前的SARS之后 实际上台湾军方在SARS之后 已经大为了扩充 强化了台湾的防核生化的部队 相应的建设 同时打造了专门的防核生化的步兵群 建设在陆军部队的里面 同时特别提到呢 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台军的防核生化部队 消息作业 阻隔作业等等 包括消毒作业 包括生物积极的相应的研发等等 已经出动了十多批次 而且情报显示呢 台湾的陆军的兵旅战斗群里面 都配置有防核生化的兵种 而且全台湾大约超过3000人 注意啊 光是这个兵种已经超过3000人 而且它的内部的番号是33 36 39 可以说是北中南 台军的三大战区 北中南当中每一个战区 都下辖有化学兵群 都是有下辖的 而且呢 它下辖的每个兵群当中呢 包括有洗霄营 专门侦测和洗霄的这个营级部队 还有烟雾营 烟雾营呢 一方面可以释放烟雾啊 一旦要阻隔入解放军 登陆台岛沿岸的时候 可以释放烟雾 以往台湾军方也发布过类似的片段 这些化学兵可以释放烟雾 可以阻隔大陆的这个抢滩登陆 因为释放了很多烟雾 这个视野会模糊 特别释放烟雾的部队 还有必要时候释放毒气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每一个化学兵营当中 除了消洗 这个重要的进行洗霄的部队以外 还有气象链 气象链主要是侦测气候的 因为天气的变化 包括风向的变化 湿度的变化 对于这个相应的化学的消洗 甚至释放化学和生物毒剂 都是有影响的 都有这个相应的气象链 所以说台军的化学兵种的实力 稀释不弱 而且侦测消洗 释放甚至回收等等的 都有相当的一定量的数量 而且台湾军方内部的资料显示 根据这个亚台防卫杂志披露说 在中国大陆呢 特别是在20多年前 中国大陆军方内部 传出了超限战这个学说之后 在超限战之后 生物作战呢 可能就是一种战斗的方法 所以台军在超限战这个背景下 重点地打造了台军的防核生化部队 而且是与美日是有交流的 而且是有重点交流 特别是台军相当重视 是SARS之后 特别增加了这个化学兵部队的应急营 在化学兵部队当中还有应急营 重点针对是反恐 反恐的攻击 生物的攻击 化学的攻击 可以说呢 全部的装备台军都是有的 台湾的军方的装备 一方面是自行研发 生生是台军的这个中山科学院自行研发 自行研发主要是什么呢 这可以自行建造 一旦开战的话呢 不需要外援 自己可以秘密的批量的建造 另外一个呢 是大量从美国求购 美国的军援和购买 美国 另外从欧洲啊 注意台湾也从欧洲 买到这个大型重型的消洗车 化学的消洗车 另外还有这个液态的实战的 业务器等等 这方面都有台军化学兵的实力 这次在应对这个肺炎疫情的时候 台军也多次的出动 同时有一个最新的情报 也披露说呢 就是台湾军方在回应 台湾的立法院的质询的时候 台湾立法院质询台湾军方说 这次应对疫情 到底台军有什么措施 当中在这个秘密报告当中 台军承认呢 从3月2号开始 台湾军方已经要求 所有的台军的军官 不能够这个出境 不能够外访 当中披露一个情报说呢 有两位台军的上将啊 曾经秘密的到访过 有关疫情的国家 现在回来之后 要进行隔离 那两位上将去的 实际上就是美国 进行美国的高级的军事的交流 没想到美国爆发疫情之后 回来要隔离 这意外地曝光了 台军与美国保持的高级的 包括上将级别的 秘密的军事的交流 而且现在台军说 3月以来已经阻遏了 所有台军外访的计划 可见台军呢 其实每个月 都有大批的台湾的军事情报 包括科技军官 是到欧美的进行交流的 另外一个台湾军方说呢 台湾在一线的战备的部队 全部升级了最高的防疫措施 他特别提到啊 台空台湾这个一线的部队 还有就是外岛金门马祖的 一线的地下的坑道 这些重点呢 包括导弹库 这些都属于一级战备的地方 面向大陆的外岛啊 还有海空雷达战导弹库 全部进行最高级别的 相应的这个洗销 还有战备的防疫 还有一个 就台军提交给立法会的 这个最新的报告当中提到的 台军的三军各级的指挥所 陆海空三军的指挥所 都启动了备份指挥所 也就是说万一哪个指挥所 有人感染了 另外一个同级别的 同样可以指挥的 备份指挥所已经启动 也就是台军防疫的一些措施 另一方面啊 另外一个消息也注意到 提到台湾的防化学兵部队 也不得不提呢 中国时报专门有篇文章披露 应对这个新冠疫情 台军启动了 除了这个化学兵 还有这个军方的预防医学科学院 预防科学院这个 原来是预防科学所啊 非常重要一个单位 也非常神秘秘秘的 台军的一个单位 他当时是由蒋介石执政的时候 就秘密成立 而且获得以色列的技术的支持 当时就建成了 所谓亚洲最先进最尖端的 军事医学的研究所 现在呢 他们仍然获得以色列 包括美国的技术 包括研发疫苗 研发生物技技 毒技 战争战争技技等等 都是有效的 而且他们提到呢 他们现在这个预防所呢 可以说是在台湾重点的 军事科学中枢 它在这个地方呢 旁边就是中科院的 所谓导弹研制中心 还有台湾的和生化研究所 这三个所加在一块 成为了台湾最重要 最敏感最高端的 所谓军事科学的 秘密研究单位啊 预防研究所 还有一个实例就是什么呢 能够快速的生产和研发 和判断生物战绩 一旦生物战化 化学上的战绩 毒素 毒气 破解的方法 包括疫苗 这里面有几个小故事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2013年的时候啊 当时马英九执政 2013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呢 两岸爆发了H7N9的禽流感 当时中国大陆为了支援马英九 他们呢可以研发相应的 反制禽流感的措施呢 送了若干的H7N9的毒株 给台湾 但台湾呢迅速 能够研发出20万剂的这个疫苗 让大陆也大为震惊 重重给发现台军 能够有效地进行反制 快速生产检测的疫苗 第二个呢是911之后 911美国爆发911之后 当时进入反恐的 大范围的一个作战 当时台湾军方就秘密 向美国提供了台军的 探军的快速的检测战绩 这时到美国也大为感激 可见台湾是有相应的实力的 第三个呢是在这个日本呢 日本这个福岛 这个福岛311福岛的核灾难 核电厂灾难之后 台湾军方曾经秘密地 派出台军的防核生化消息部队 实战进入日本的福岛 帮助日本进行核消息 可见台湾有实战地演练过 另外还有个情报分享一下呢 也是这个报道提到 台湾还拥有了一个 美国进口的远距离的 侦测的化学武器 和毒气的这个远距离侦测车 而这个车呢 对于5公里范围 注意啊 5公里范围内的 8种的相应的化学战绩 58种的毒气 可以快速地检测 同时能够同步地通报给军方 让军方做出反应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提到 在台湾的桃园 台湾的桃园是有一个台区秘密的 核生化的战绩的这个数据库 而这个数据库 是和美军相连的 看看全球其他军情提报 据香港明报 引述美军太平洋舰队 官方发布的资讯 美国海军的美力千号 两栖攻击线 和几乎四号滨海战斗舰 三月中旬 进入中国南海的海域 展开美国海军的编队的 所谓南海的航行演练 期间两栖攻击线 还出动了美军的 F-35B的舰载战机 在南海作战姿态起飞 当中的美力千号 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 两栖攻击线 搭载有F-35战机 和鱼鹰运输机 而分析相信 这次美军选择在南海 以美军的F-35B战机 在美军的两栖战舰上 甲板上高调的起飞 是要凸显 美军所谓形成在南海的 海空立体快速打击力 要向中国示威 另一方面 中国大陆解放军 南部战区的发言人强调 三月中旬 美军的迈克坎贝尔号导弹 驱逐舰舰 擅自闯入了中国西夏临海 而解放军 南部战区组织 海空兵力全程 对美军的驱逐舰 展开跟踪监视 查证识别 于警告区里 南部战区发言人强调 美国打着航行自由 幌子一二再再二三 在南海休息一后 挑衅滋事 这是违反国际法规则的 霸权行径 同时是威胁南海地区的 和平稳定的霍乱支援 香港据什么天指出 这次是由中国 而不是由美国 率先地披露美军 所谓在南海的 航行自由的行动 这比较少见 表明中国大陆 正在努力地 应对新冠病毒的同时 解放军 仍然随时 准备应对外来的侵犯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最近大陆的网上 曝光了一次 中国国产的 歼31战机 最新请 改良版本的 是非的最新图片 这款是非的 歼31战机 换上了像美军的 F23战机一样的 灰色的快装的迷彩涂装 而有分析是 歼31战机 换上这种全新的 灰色的涂装 很可能预示 解放军海军 会下订单 批量的定制 把它改进成为 解放军航母的舰载机 哎呦 情报皮特说 代号FC31戳号 胡鹰的战机 是中国沈飞机团研发的 第五代中国单座的 双发隐形战机 它的作战半径 达到1250公里 主弹场 可以挂载 中国大陆自行研发的 新型的中程的空空导弹 或者超音速反舰 反辐射导弹 甚至是中远程的 超音速的 空对地的导弹等等 而有西方的分析相信 歼31属于中型战机 外形较小 机舱内部空间有限 很可能适合成为 解放军的航母的舰载战机 而有台湾的军事学生指出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歼15 歼载战机 因为体积较大 包括梁宁号 还有山东号航空母舰 一般舰载战机数量 大约是20多架 现在这款歼31型的战机 属于中型的隐形战机 机身轻巧 估计同样体积的航空母舰 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 不过它的短板式发动机 它采用两台遏制的发动机 并不是世界目前 最先进的发动机 情报说 歼31战机一台战机 两台发动机的推力总和 还不及F35战机 单台发动机 因此升空的战斗力 与最先进的战机比拼 仍有差距 不过中国的歼31战机 与解放军的舰载战机 形成搭配 有利于满足 正在扩充着解放军 两到三个航母战斗群的 舰载战机的需求 美军的侦察机会把中国的北斗系统 欧盟的加利略 俄罗斯的格德纳斯导航系统 当作美军的GPS的备用系统 不过美军强调中国 欧盟 俄罗斯不能够反过来 依然监测甚至控制到 美军的信息导航系统 香港军事普天指出 全球的定位系统在未来战争 起到关键作用 美军重视中国的北斗系统 而一场控制 反控制的电子大战早已经开打 而美国空军的空战司令部的 指挥官声称 美军这样做是要确保美军的 GPS如果因为人类原因故障的话 美军仍然有后备方案 选择了北斗系统 美军的军事飞行系 中国的北斗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用户可以轻易把它 植入晶片链接到系统内 不过北京不太可能 侦测或者追踪到美军的战机的飞行员 手表内的北斗的晶片 而北斗定位服务 目前并不控制卫星发出的信号 反观美国空军运营的GPS系统 有时候可能限制商业用户的服务 还有关美中信息上 有另外一个军事消息 美国海军部的副助理部长莫磊 最新的论文 题目是我们必须为海上盟友 赢得这场进程 文章预测 2035年的夏天 台湾军方的普鲁爪长城雷达 忽然荡起 解放军在舰队突入了高雄岛 同时解放军在宁波的 快速的小型舰队 迅速的抵达到台湾的基隆岛 解放军一枪位发 台湾没有求救美军 无法根据与台湾关系法 做出判断和军事的反应 而东南亚各国大弱目击 台湾不战而降 美国海军部的官员 这篇论文是要借此 要加强美国海军 对解放军在台海的忧患意识 高度的重视所谓 美军的军事合作 与盟友的网络 业子链接的安全 同时希望拉上台湾的海军 业子部队统一行动 好 这边提到美军主动提出 美军可能也会选择 中国大陆的北斗系统 作为美军的备份 我们知道呢 北斗系统恰恰 是解放军正在使用的 这个话题就相当耐人寻味了 问一下马先生 这是否预示美军重视 北斗系统的先进性 美军要使用 会不会争扰解放军 另外解放军能不能够 反过来真控美军的行动 美军是赶到中国北斗的威胁了 那么他就考虑 如果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呢 最好能够控制所有 不是他的全球定位系统 那么除了他的GPS之外呢 如果他有了麻烦 他可以借用中国的 俄罗斯的 欧盟的 三大全球定位系统来补充他 这是这个消息表面的意思 更深一层的意思呢 就是你能够控制其他三大系统 而且不被三大系统反控制 还可以这个为他所用 这整个来讲呢 就是在未来的战争当中 特别是在信息战当中 他又占领了一个制电磁悬的高度 好 马先生也提到啊 美军的太空战上面 最新的一个盘算 包括可能要纳入中国 包括俄罗斯相应的军事导航系统 这要警惕啊 说到太空战 实际上太空战呢 正是没有硝烟的这个相应的战场 虽然现在看似世界太平啊 都在应对疫情 但实际上太空战已经打起来了 最新的情况显示呢 美国悄悄地秘密地帮助台湾 发射了最新的火箭 运送了台湾一颗卫星 上太空而且侦测 解放军的导弹的轨迹 美台共享情报 而且台湾要研发发射新的卫星 侦测解放军的大型舰支 看一个片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的辅慰7号卫星群 在美国的肯尼迪太空中心 由美国负责发射撑空之后 美国与台湾展开 紧密合作的对地观测 台湾太空中心 与美国的国家海洋系大气总署 最新同步披露的 首批观测的资料 最新情报披露说 台湾的辅慰7号卫星 接收讯号的范围集中 在中底纬度可以从太空 收集侦测大量的气象资料 观测电离层的电子浓度 协助监测预警 并且可以秘密协助台湾军方 侦测推断高速热能飞行物 特别是最终解放军 导弹的飞行轨机 根据军出版的舍栏目 掌握最新的情报 台湾这枚辅慰7号的卫星 是台湾与美国重要的 军事合作的项目 一共有6枚的卫星连组 当中78%的元件 是台湾自行延产的 超过有两成尖端的技术元件 来自于美军和美国 首两枚是由去年 在美国帮助下 在美国本土发射到 720公里的高空 而台湾研发的6枚卫星 最终会分离 部署在不同的轨道上 台湾太空中心生成 目前全球只有台湾的 这个服务7号卫星 可以做到即时回传 搜集信息之后30分钟 就能够传回地面 一天可以接收 5500项的军事资料 而这组卫星的即时回传资料 对于即时追踪侦查 帮助台湾军方判断 甚至反制是非常有效的 台湾军方生成 还自主研发了 台湾的眼星勤姿处理系统 保护台湾的侦测卫星群 另外最新的情报披露说 台湾的太空中心 还秘密地研发出了 另外一颗卫星 裂风者号 已经进入系统整合阶段 估计明年会发射成同 而这颗裂风者号的卫星 将由法国的亚利安航太公司 帮助台湾在南美的 法属归亚纳的基地 秘密发射 而最继续台湾太空中心的消息也是 向军情话的 闪了木披露情报说 台湾这个秘密的 最新的裂风者号卫星 会搭载台湾年发的 所谓最新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反射信号接收 以在地球低轨道 搜集由地面反射的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 重点可以收集 中国大陆解放军 正在使用的 北斗定位系统的信号 同时台湾这颗裂风者号的卫星 还可以收集 海平面上的信号资料 特别是海水 与风向交地变化的移动 由此可以追踪分析到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大型军舰的水面活动轨迹 情况显示 台湾已经通过了 250亿台币的最新预算 规划未来十年 台湾每一年发射一枚侦察卫星 另一方面根据军情况的 水栏目掌握最新的情况 台湾与美国合作发射了 辅慰7号的台湾的 观察卫星群之后 美国与台湾的高级将领 曾经秘密在美国展开过会议 研究美台 下一阶段太空合作 锁定是登陆月球 和培训台湾籍的太空人士 台湾官方的政府将会出钱 培持台湾的企业进入全球的 太空产业的供应链 台湾希望可以与美国的 太空总组展开正式的 官方的合作 从中能够获取军事技术 提升台湾的火箭导弹实力 和台美与解放军的 侦测的共享 最新的情况 譬如说美国的特朗普政府 相当地重视太空政策 特朗普还特别希望 能够重登月球 登陆火星的进化 美国最新的太空策略提到 美国会寻求有盟友的多边合作 来达致太空的目标 而台湾在电子科技方面领先 台湾是美国重要的太空军事 太空战的合作伙伴 好 评论提到 美国帮助台湾提升了 太空的相应的技术 包括侦察卫星对解放军的导弹 包括大型军舰的侦察 而且共享相应的侦察的情报 连线向美国的军事观察 也认为袁招先 袁招已在美国掌握的情报 美台原来陆海空三军交流比较多 现在太空军事交流 到底针对中国大陆 是什么样的意图 美国提升台湾的 这个卫星情报分析能力 是有这个帮助的 因为台湾自己 没有能力发射卫星 基本上是美国提供这个技术 那么卫星方面主要是这个图像 高清的图像的拍摄 还是合成孔径雷达的 这个技术的转让 这些东西方面呢 就是给台湾再有更多的 这个用户之地 而且呢 也利用这个呢 把台湾拉到自己手上 就更加增强台美之间的 这个合作 使到这个台湾 更愿意为 对抗中国大陆的时候呢 愿意为美国出力 因此呢 可以预见的将来呢 在卫星情报方面 和那个无线电的情报方面呢 台湾会更加积极主动地 跟那个美国合作 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卫星会上天 对这基本的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卫星呢 侦察的对象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呢 这总体的汇集的情报的 其实从技术层面来说 基本上是美军独享 好 关注到是美国秘密帮助台湾的 发展太空的军事科技 根据最新情报显示呢 美国帮助台湾发射这个卫星啊 除了美台共享 卫星侦测解放军的情报以外 一旦两岸开战 台海开战的时候呢 有可能美国要求台湾率先 用台湾的卫星 去撞击大陆的军事卫星 美国是比两岸自己出手 美国的企图啊 除了警惕美台的太空战以外 也要警惕日本 本周有消息说要提到呢 日本正在秘密地研发 两款的高超音速的武器 演练的假想攻击的目标 就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群 看一个片段 据英国《检视防务》杂志报道 他们从东京的日本防卫上 获得了几份秘密的文件写示 日本正在秘密地研发 两种先进的反水面 及反地面的攻击武器战斗部 其实日本最近研发的攻击武器 将会秘密地安装在目前 两种高超音速的武器上 根据日本这些文件 日本的防卫上采购技术的后期局 将为这些日本新的武器 装备高超音速的滑翔弹头 还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 并配备海上破坏者 串列装要的攻击战斗部 和多爆成型的穿甲弹弹头 根据日本防卫上 其中一份秘密文件显示 日本设计这些弹头的目的 是要攻击敌方 部署在小岛上或者岛屿周围的 敌方的军舰和军用的载具 这些描述极有可能指向的 就是中国大陆在东海的 一系列的岛屿 这些日本的文件显示 日本研发的 作为海上破坏者的战斗部 专门针对假想敌 敌方的水面大型舰艇 最有可能是敌方的大型的军舰 还有一个主弹头 和一个使用定型装药的 前置弹头组成 攻击的主弹头 会装有穿甲的高爆弹和隐性 英国的检视防务杂志 根据获得的几本 日本的秘密文件当中推断出 这种日本的高爆弹头 针对大型的水面舰艇的 攻击的模拟图 根据军停完的水栏目 掌握最新的情报 日本的防卫省 下属的机构去年 就发布过 针对敌方的航空母舰 以日本研发的 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 进行攻击航母的描述 并带有图片的文字 提到了日本研发的 先进的高效的穿甲弹头 这种弹头可能破坏 敌方的航空母舰的甲板 或者用于区域抑制 也就是说 所以认为直接针对和威胁 中国正在逐渐扩大的 极望军的航母编队 最新的情报显示 日本的高超音速滑枪弹头的设计 目的是要针对水面的舰艇 和固定地面目标 和移动目标展开攻击 日本防卫省的文件说 日本这样的高速攻击的武器 能够瞬间释放几十枚 可以打击敌方海上 或者地面多个目标的 超高速的金属碎片 最新的情报显示 中国大陆警方军在去年 国庆七十周年阅兵市场 展示了解放军现役的 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之后 世界各主要军事大国 纷纷声称 已经拥有 或者马上要研发 新的高超音速的武器 目前中国大陆解放军 俄罗斯都已经有 高超音速的武器已经服役 美国也能秘密地开发 多个高超音速的武器项目 最新的情报显示 美军正在秘密地研发 攻击速度更快地 声称达到每秒飞行 9.4公里的高超音速新的武器 最新的情报分析相信 日本也不甘落后 不过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日本的计划究竟什么时候 可以按时地完成入役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好 片段集合 日本正在秘密地研发 两款高超音速的武器 重点假想的打击对象 就是指向中国大陆的 航母的编队 航母战斗群 到底怎么看呢 稍微来听听香港和日本的分析 还要关注一个消息 几望军的战机编队出动 而且这次是夜间绕台湾岛飞行 台湾战机紧急升空 台湾关注未来解放军 日夜结合 甚至恶劣天气全天候 在台岛战斗飞行 稍微来分析 回到全球观众 本周关注相见 日本正在秘密地研发 两款高超音速的武器 而且攻击的遐想当中 赫然出现了中国的航母的这个模型 显尽日本的高超音速武器 是针对中国的 今天请到香港马领盛 日本毛风凡起 先问一下马先生 日本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发展 这个高超音速武器 针对起来帮军这个打法 有什么新的威胁 那么日本现在才想 这个集体直追呢 是晚了点 而且呢 它只是把这个高超音速的 载具搞出来呢 问题还不大 我们还要怀疑它到底这个弹头方面 能不能真正能够克敌制胜 那么这一点呢 日本看来和中国俄罗斯美国 在高超音速方面呢差得很远 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到 每秒钟7公里到9公里 它现在才研发 每秒钟一两公里 好 问一下东京的毛风啊 已经在日本掌握了情报 日本现在秘密研发这两款的高超音速武器 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未来有什么样的打击能力 这两款飞弹呢 多由日本自主进行研制开发 那么没有与美军共同联合开发 那么其主要原因也就是两点 第一个 首先就是日本在航天 航空领域在发动机以及电子侦察和雷达导航等方面 都具有它的军工优势 那么在这个导弹开发研制方面 应该说困难不大 那么第二个呢 最重要的是日本试图通过这样的超高音速导弹的开发 来提升日本自身的自主军备上的能力 随着中国军事的远洋化和它的航母化 那么日本把中国列为它的军事战略威胁 所以研制开发新型超高音速导弹 它的目标当然主要的是针对中国 好 问一下马先生 对于日本这个两款的高超音速武器 针对解放军的航母 未来这种打法解放军怎么应对反制 日本这个高超音速的载具 虽然还在起步阶段 其实中国对它整个的这个武器装备 已经有一个分阶段的拦截 或者是制衡的办法了 比如说一个 你这个高超音速的载具 或者是这个巡洋导电 但它怎样才能发射或者投射呢 那我们可以打鸟 可以打潮 再有一个就是你有了这个高超音速载具的话 你能不能及时地发现中国的航母 发现了以后 你的弹头能不能持续地锁定追踪 一直到命中 最后呢 还是你这个弹头的穿甲能力和爆炸能力 能不能有效地摧毁航母 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也就是美国不一定支持它搞这些东西 因为日本的军力如果是壮大的话 美国也会有疑虑的 所以美国一直都有了 它没有给日本 日本还要自己研发 去重新发现新大陆这么一个蠢的一个步骤 也可以看出 美日之间在这个军事同盟当中呢 是有一定的破绽的 好 谢谢两位分析到本周小点 日本正在秘密研发两款的高超音速的武器 而且这两款武器呢 针对性啊 直接指向 针对中国的航母等大型的舰支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呢 日本这两款的高超音速武器 已经研发成型了 今年下半年有可能 就会展开秘密的发射的试射 我们密切的关注啊 本周另外一个交点 解放军战机编队再度绕台岛飞行 这次在台岛的西南 同时关键点是在夜间 台军大卫的震惊 进入军情互动 欢迎一下军事官老师 网友的问题 大家注意到最近 解放军派出了战机的编队 再度绕台飞行 而且这一次呢 关键是多架战机 从台岛的西南 是夜间啊 夜间的战备的飞行 同时呢 一度贴近了台海中线 台军的战机紧急起飞 网友关心的问题是 未来呢 会不会恶劣天气啊 全天后 解放军战机都会绕台飞行 网友问一下 马先生 这是否预示解解放军正在为 台岛作战 做熟悉战备飞行的相应准备 这个新闻呢 有一点的火爆性啊 也有一点这个超前的东西了 因为长久以来 两岸好像有一个默契 就是中线你在东边 这个解放军在西边 双方不过线呢 就这个无所谓 那么现在呢 中方没有过线 好像台湾方面就很紧张 就起飞飞机来所谓拦截 所谓什么广播拦 喊话诸如此类 这些滑稽的动作 就是是不是说明 由此呢 一个是解放军方面 那个贴近实战的演练呢 比较厉害了 比较升级了 然后又有预警机 又有这个轰炸机 又有战斗机 又有加油机等等 那么台湾方面呢 也好像升级了 以前的话呢 不会做出这种 这么拦截的动作 现在呢 看来有一点点这个火药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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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 中国大陆解放军空讯呢 发布了一段视频的影片当中 看到的解放军最新的 极岸林战机呢 火同其他战机一起 展开大规模的编队的飞行 关键有两大卖点 一个是解放军的 极岸林战机大批的出动 显示已经大量的入役 形成了广泛的战斗力 关键的问题 是极岸林在空中 能够垂直地升空啊 显示这个发动机性能 以及机动性能 大为地提升 节目最后 看看相关的画面 以上是军队观察室 下楼三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